女义工眼球被警察打爆 中共宣称自己人干的 8月11日 香港警方滥用暴力 用布袋弹打爆一名女义工眼球 引起国际关注 中共迅速利用五毛为港警洗地 污蔑女义工是被其他示威者打伤 海内外社交媒体上的五毛谣言铺天盖地 宣称香港暴徒自己打伤自己人 但网络贴出的打爆眼球黑衣人出现好几个不同版本 被大批网民讽刺弱智 8月12日中午 这些谣言成为中共央视官方微博的报道内容 称香港一名参与示威女子被同伴击中眼睛 被诸队友误伤的女子曾负责派遣给示威者 五毛还造谣称 打伤女子的是香港中文大学郑政系学生 网友表示 运动中眼部受伤的女士 被现场目击者指是因为催泪弹或不带弹受伤 但香港警方说暂时未确定女子如何受伤 不知道中共党媒中央电视台从哪里来的消息 说那位女士是被队友误伤的 从哪里来的消息 说她是负责给示威者发钱的 党媒这样公开造谣 甚至和香港警队的口径都不一 再一次刷新下线 关于央视微博所展示的所谓女示威者给其他示威者发钱的图片 其实发生在6月份 香港情报网6月13日曾刊文 网红声称目睹示威者收钱 女英文老师否认 430字澄清 照片中的女士现身并于社交平台回应 当日收钱是因为想帮忙为前线示威者购买物资 并强调自己根本没有参加6月9日的示威游行 香港《苹果日报》引述目击者艺术 受伤少女是在尖沙嘴警署外的巴士站内 被警方布袋弹击中3M护目镜 布袋弹嵌在护目镜右边 应该是护目镜碎片插穿了右眼 而医生事后透露 少女不但右眼被打烂 右眼下方的上颗骨整块全碎 右眼眼眶只留下一个巨大空洞 不但极可能失明 还会严重毁容 事发当天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 香港民间联前主席谭耀宗出面 为港警辩解 说警察两个月来太过劳累 让民众体谅警察衣食物重 网友说 党媒这次造谣可以说是被逮个正着 8月29日 网民发起民间记者会 播出了尖沙嘴示威冲突中右眼受伤女子的短片 她戴着墨镜口罩 右眼蒙着纱布现身 以受害者名义 强烈谴责警队变成以意图谋杀及虐打市民为己任的组织 呼吁警队停止暴力 严正执法 盼不再有人受伤 女子感谢港人为她挺身而出 以及医护人员对她的照顾 她表示 会坚强面对日后生活 希望自己的右眼 有如埃及神话其中一个神的右眼 让市民远离痛苦